人事前摆上档期几点换购的刀具 厨具 食品 立刻吸引不少消费者在现场翻阅 因为这真的太有人 应该是刀具 已经开始在急了 住在附近的这位家庭主妇直呼这真的很实用 下午到卖场采购 也看准想要换购的商品已经开始几点 为了抢工几点换购商机 业者就愿与米其林主厨联名 推出包括刀具 气炸锅 只要挤满指定印花 满200元就送一枚 可用市价1.5折换购商品 而在今年上半年 业者也与英国品牌合作 换购件数达到70万件 金额更是超过3亿元 超市业者从2019年起开始 双人排刀聚集印花的活动 至今已经完成9档 累计换购的数量突破1000万件 去年年业绩更是达到1300亿元 另一间连锁大卖场也推出几点换购 今年就祭出质感厨具 包括烤盘 法廊铸铁锅和整孔保温壶 限时限量只要市价三折就能换购 那所谓的目标渐进效益呢 最主要就是说 业者设定一个目标在那边 希望消费者能够借由多买一些产品 达到他想要换购的目的 加勒福上半年与日本厨具联名 带动业绩成长一成 爱马也在去年与台湾的锅具品牌合作 用市价4.2折换购 业绩更是增长2到3成 专家分析业者利用高单价商品 推几点换购优惠 都是用厨具锅具莱希克 同样锁定婆妈族群 成功带动店内业绩 记者仙君让万山台北采用暴斗